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月子坛它是整筒整蛙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角是完全没有接缝 整托 托也是一体的 完全没有接缝 所以这个就是整筒琴 非洲小月子坛的整筒琴 非洲小月子坛这个名词是近几年才兴起的 一般我们会称为这个叫做非洲二号坛 或者叫科特迪瓦等等 在当地有许多对于这个木材不同的名称 那还有它的产地有高海拔 低海拔等等 也会产生这个木质上的不同点 那大部分像这样高密度的非洲子坛 其实是上等的二号坛的好材料 那这种料子在一般我们市面上其实很容易看到 就是很多的现有的六角琴 其实都是这种非洲子坛下去做的 那只差在说它是六拼的 传统的六拼板 那很少看到这种整筒的 整筒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子坛木它就是十坛九空 很容易中间边缘这里有不规则的裂痕 那必须要够大 中心够密够扎实的子坛木的料子 下去做整筒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样貌 并不是说木头很小 然后就很适合做整筒 因为木头小里面的芯一样是空掉它旁边 去树皮之后不能用的 那剩下就是一点点而已 这样也没有办法做成整筒 所以做成筒料子还是要看适当的木料来做 就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又没有瑕疵的 那当然都是要挑最好的料子做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料子的 敲击出来的声音 这木头都非常的密度非常的高 游戏密度都非常的好 那并且我们在制作上一样是搭配 好的高档的蟒皮 印度小叶子坛用的这种蟒皮 一样做在整筒琴上 它的音色的效果会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有关于非洲紫坛以及科特迪娃 或者是二号坛的这个介绍 相信大家上Google查询都有非常多的 在做家具类家具业的解说都蛮清楚的 那实际上就是同一种料子 同一种料子也被大部分都用来做家具 其实做二号的料子其实并没有那么使用量那么大 大部分都做家具去了 所以这个料子也是在很多学二号的人手上 非常广泛的用的一种料子 只差在说我们这个是相当难得的整筒料 整筒料的非洲的小叶子坛 非洲的小叶子坛 也叫二号坛 也叫科特迪娃 当地的材料名称不同 好 那我们今天帮大家介绍就是这把琴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 我们学习二号上 以及我教学上遇到的学员 一些操作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来分享 那也来听听看这把琴的声音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 在我教学的时候 所发现学员的一些暗玄 力度的问题 还有一些手部的一种反馈的感受 那我们记前几次分享 磁琴 拿磁杆子 手形 暗玄面积 暗玄的方式 长脂关节 这些前面的影片我们都有讲过 如果您没有看到的话 可以再回去找寻前面的影片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暗玄力度的问题 在我教学的时候 我有发现到许多学员 这个暗玄的力量 都太大 太大 那太轻的也有 但是以太大的居多 那我们就要来大概讲一下 到底这个暗玄是要用力还是不用力 或者根本就是不是用不用力的问题 我们以二指来说 那我们都上课老师都会说 这个暗玄是长脂关节 抬指 然后落下 抬指 落下 那 落下 记得 落下之后 手指头是放松的 敲到悬上 那你听听看 敲到悬上是有声音的 但是 敲出声音之后 整个手 手指头是放松的 就是站在上面 手指站在悬上 我们看十指 抬指 落下 抬指 落下 无名指 抬指 落下 抬指 落下 小指 抬指 落下 抬指 落下 那我们手指头 透过抬指 落下 撞击到这个旋 会有一个 所谓的敲击点 那敲击完之后 手一定是要放松 很多学员是在 按完之后 手还 压着 好 那压着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 你可以 大家可以看 我抬指 落下 目前的旋是这样 那我如果 抬指 落下 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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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面放上 旋 会下线 会沉进去 好 再看十字 那么 沉进去了 无名指 沉进去了 沉进去了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手指头 按了旋之后 没有放松 我还拼命地 往旋上去压 这个时候 就是按旋 太用力 那这种状态 容易让手 很疲劳 没有办法灵活 也会让音准偏高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二虎的旋 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音高 很难掌控 对 这个是我们二虎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音准很难掌控 因为旋 稍微用力就偏高 稍微没有按好 声音就发虚 所以我们尽量的 就是手指头放到旋上 放松 放松之后 基本上在不增加力道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手指头 就已经按得好好的 那也会发出很好的声音 那如果是按了 还压 像这样旋 有内层 这样就是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那但是如果说是 我们一些楼选的手法 比如说压楼 压楼 那这种压楼 当然旋一定会下沉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并不是说旋都不可以下沉 是我们平常没有做出压楼旋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旋都是在 不太会下沉的状态 如果你的旋都这样 每按一个手指头 旋就沉下去 那就代表你按旋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通常太用力都有这个状况 那当人太轻也不行 大部分太轻的人都比较不会发生 都是太用力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记得按旋的力量 特别留意 那如果 你有跟老师在上课 麻烦您依照您上课指导老师 所指导的安全方式 跟习惯来操作 那如果你是自学的 都上网路找寻相关资料学习的 那我的影片你可以当作参考 希望对学习上有帮助 那最好的话就是在 就近离学习者最近的地方 找一位二胡老师 好好地跟他学习 那很多东西一定都会学有所成 此影片就可以当作是 已经有在跟老师学习者的一个 上课复习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今天用的这把琴 就是整筒的非洲的子坛 科特迪瓦或非洲小夜 或者是非洲二号坛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今天分享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